本来是想今天晒黑来着 结果太阳不太好 所以就直接改变计划 去游泳就好了 游玩泳看一下时间 然后顺利的话 可以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我的工作室 我可以带大家去游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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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带大家去游泳都好了 我可以带大家去游泳就好了 我可以带大家去游泳就好了 不适合健身游泳 如果我晒黑的话 我就会穿布料上的比较少一点 能少遮就少遮那种能晒黑 但今天太阳不是特别好 就是纯是游泳 哈喽 大家好 这个是期待已久的参观我们工作室 现在看到的是我工作室的门头 也就是我的logo 这个是我工作室的外面 然后logo在这里 看到了一只猫 然后那里还有一只 这个是从 外面看到里面 现在我来带大家进到工作室里面 走开 现在我来一点一点介绍 然后呢这儿就是刚刚进来的大门 在大门这儿是我们鞋柜 这是小伙伴们的鞋子 然后我的鞋子比较多 这边占掉了一个柜子 一整个柜子 里面都是我的鞋 然后这里有个猫爬架 虽然说一万年他们都没怎么爬 左边手这边呢就是平常录影的地方了 就这是背景纸 最近在录的化妆品和产品都在这个位置 然后旁边那里那个地方放的是最近会用到的背景纸 然后从门这里继续往前走 就到了我们的餐桌 也就是平常大家会吃饭的地方 然后这里一个专的一只喵崽子 这里是我们算是下午 猫最喜欢待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休息区 这是沙发 阳光会从窗这射进来 然后猫猫也会睡在这里 就很适合在那里躺 躺倒直接睡午觉 这边就是我们的绿植区 虽然说绿植好像差不多 还蛮茂盛的 上面挂的是我的画 然后这是出镜率也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是一个小的一个化妆台 比如说我工作完要参加活动或者是要出门约会 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专门让我化化妆弄下发型的 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的出门 然后再过来一点呢 这是我们的大冰箱 然后这个冰箱里面放的 多半是我们平常会想要吃的一些食材什么的 这会有放鸡蛋的放蜂蜜的 然后这个是制冰层啊 这个就放些东西 然后这里有规定 剩饭最多三天 然后新鲜水果 蔬果最多一周 自制酱料最多两个月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的执行率大概在60%左右 再过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作区域 墙上放的是我的画 然后这边是工作的电脑 然后这是一些摄影的器材 这是我们的镜头 这个是猫的玩具 这是猫的玩具 这个是我们客户做的一些样板 这个是护手霜 然后一些器材 电脑 器材 器材 电脑 这个是盖瑞的工位 买盖瑞工位旁边放他的证书 放着晒黑油 工作区域这个地方 这里可以容纳四个人同时办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和正在加班的小朋友 到底在干嘛 首先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左边 他开着逼逼逼逼正在看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三月的狮子 你在看三月的狮子 然后我们这边是你可以随便开的电脑 听着BGM 就是三月的狮子 然后同时做一些工作 然后这个是他的工作台 然后这是他最近在看的书 对吧 然后这个是茶 这位是茶党 然后我是喝咖啡的 在我们办公的旁边 那里就是我的办公室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的办公室 它是一个窄场形 一转头你就又过来抱着 然后这是我的办公电脑 然后喝水咖啡 这还有小台灯 然后这边是我的工作板 这个上面是我之前去世的搭档 这里是粉丝宝宝给我寄的明信片 我都有放在这个位置 再然后这个是我的工作台 走过来一点点 大家可以基本上看到我工作室的全貌 接下来带大家去我们的茶水间 哇 一开就亮了 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茶水间 这个是茶水间的样子 这个上面呢是一些调料 最上面那个是我设计的一个酒标的瓶子 这个是平常我们时不时可以做个饭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区域 就是我的咖啡机 这个是饮水机 这个是咖啡机 这个是宝贝啊 从茶水间的镇队出来 这有个超大的烤箱 这个是我们平常可以用来烤披萨 可以用来烤蛋糕 这个是小镇经常会用的 甜品操作间 就是专门他做甜品的 就不会跟着我们其他的位置混在一块 这是猫的窝 但是他们已经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没有在这里面睡一下 好 介绍完这一个区域 和刚刚出来的茶水间 然后到了左边这里 这个黑色的是红酒贵 就是工作室除了电脑之外 另外一堆很贵的东西 也就是我的摄影器材 这有两盏灯是最近用了的 然后把这里拉开 然后这里面全部是摄影器材 就是背景啊 小道具啊 灯罩啊 然后稳定器啊 等等 看到现在我就要带大家去到里面的位置 这个里面有个玻璃门 这个里面呢 就有点乱了 开个灯 这是会堆一些杂物 就是不用的凳子啊 雅铃啊 然后买了一些书还没拆的呀 健身用的东西 然后这里有很多颜料 是我最近还没画完 然后一些正在画 然后后面的一些画板 然后这个是我的画架 再往里面走 走进来就是我之前 给大家分享搭建的这个健身的地方 新放了两个架子 东西还没有重新挪上去 然后这边就是平常可以用来健健身啊 然后猫猫皮也可以在这玩 你又来了 我工作室的层高算是比较高的 它有4米8 将近有5米 我个人喜欢这种比较高一点的层高 我来的时候这一层啥都没有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 每一年装修一点 每一年装修一点 才装成现在这个样子 好啦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视频太无聊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